刘先生今年45岁,平常特别喜欢运动,生活方式也很健康,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了不少。 据刘先生回忆,这近十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感冒发烧,吃药也几乎没有,但从去年开始,他莫名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 吃药后还难以缓解,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去了医院检查,经CT检查发现肺部正常,但存在腋下淋巴结肿大问题,进一步检查被确诊为淋巴瘤。 这个结果,刘先生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他一直都身体很健康,怎么一查就被查出癌症。 难道,小病不断,大病不来,免疫系统要经常被病毒激活一下,才会越来越强,长期不发烧的人,其实更容易得癌症。 这些话都是真的吗?经常有感冒等小毛病的人,免疫力真的会更强吗?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在日常经常生点小病,可以刺激免疫系统,让其功能变强。 这是真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经常感冒发烧,反而表明这个人免疫功能差, 罹患大病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如经常胃痛,拉肚子的人,说明胃肠道功能不好。 这类人群更容易罹患慢性胃肠道疾病,生病的频率还和个人对于疾病的敏感度相关。 有些人一不舒服就想着去看病,有些人则会忽略身体的一些不适,觉得小病没什么问题,这样也可能出现自己长期不生病的错觉。 免疫力就好比我们身体内的。 军队负责抵御外来病菌,杀死体内,坏细胞,守护身体健康,既然它是保卫身体健康的,那是不是说明免疫力越强越好呢? 当然不是,免疫力过高的人说明体内的。 军队,警觉性过高,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出击,还可能会对体内正常的细胞发起攻击,这样一来有可能诱发自身免疫疾病发生,包括有皮肌炎,干燥综合征,风湿性关节炎等。 另外,免疫力过高的人发生过敏的可能性更高,其免疫系统对于外来的花粉、毛发等物质会发起无差别攻击,引起身体出现过敏反应。 二,你的免疫系统有几斤几两,人的免疫系统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三部分组成。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人体的免疫系统重1-1,2公斤,包含约1,8万亿个免疫细胞。 很多人会好奇,人的一天和一生中,人体免疫力何时最强? Nature Immunology上发表过一项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结果。 研究人员对小鼠和人类体内免疫细胞迁移规律进行分析后发现,体内免疫细胞活动峰值在早晨8点左右。 而人的一生中,免疫力会在20岁左右达到峰值,35-45岁之后免疫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免疫功能逐步衰退,在60岁之后更是呈断牙式下降。 三,极少感冒的人会不会更易患癌? 近几年时间里,关于免疫力的传言越来越多。 有人说感冒可以帮助身体锻炼免疫力,经常感冒的这类人不容易罹患癌症等病。 而一些常年不生病的人,反而免疫力差,更容易患癌。 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为什么有人很少感冒发烧。 这可能与他们个人防护措施做得好,或是环境里细菌病毒数量少,独立不强相关。 也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免疫系统较为强悍,细菌病毒入侵后还处于萌芽状态就被清理了,自然也不会感冒发烧。 从理论上来看,一定程度的感冒发烧的确可以帮助提高免疫系统内吞噬细胞的活性,促进抗体生成,让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加强。 但这并不是说感冒发烧可以让免疫功能加强,一般成年人的免疫系统发展已经较为全面,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 而对于极少感冒的人,会不会更易患癌的问题? 德国一项相关研究指出,五年内没有感冒发烧的人,和平均每年感冒三次的人相比较,患癌风险并没有区别。 那为什么有的很少感冒的人,突然间就查出癌症呢? 实际上,是否经常感冒与患癌并没有太大联系,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很可能是大家的错觉。 一些本身身体硬朗连,咳嗽感冒都很少的人,突然被查出罹患癌症,有非常鲜明的对比。 自然也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至于一些经常小病不断的人,大家对他生病都习以为常,即便是查出大病也不会觉得惊讶。 四、九成疾病与免疫失衡有关,四个坏习惯别再做了,免疫力低下的人更容易患病,那是不是说明免疫力强一些更好呢? 答案是否定的,免疫力过强,过弱都与疾病的发生存在关系,身体有90%以上的疾病发生与免疫系统失衡相关,保持免疫力在平衡状态下,才是健康长寿的基础。 如果生活中长期保持坏习惯的话,会一步步将你的免疫力拖垮。 一、长期不吃早餐,免疫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表示,小鼠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大脑压力反应出现,进而对免疫细胞产生负面影响。 二、长期熬夜,有研究指出,免疫系统可在睡眠期间得到修补,且在免疫力改善后还能帮助调节睡眠质量。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 而且,有研究表示,长期睡眠5小时的人,感冒的几率是睡眠7小时的4、5倍。 三、低果蔬饮食,果蔬内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是身体补充营养、膳食纤维的重要途径,长期缺乏果蔬摄入,会导致身体营养摄入不足,还容易出现便秘等问题。 四、心态悲观,长期处于悲伤等不良情绪下,会导致体内与免疫相关的白细胞数量减少。 让身体免疫力下降,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五、医生提醒,免疫平衡才是关键,不是越高越好,人们身体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保持稳定的免疫力,即使免疫力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健康也会维持在平稳状态下。 平时普通的感冒,有助于适当的激活免疫力,相当于让免疫力适当的练练兵,对健康有一定好处。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是不需要额外通过药物或是保健品来提高免疫力。 中老年在平时吃很多保健品行为,非常不佳。 我们在生活中应该让免疫状态维持在平衡状态下。 如何将免疫力保持平衡状态?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免疫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项机能逐渐下降,免疫力也随之减弱。 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持免疫力的平衡状态,成为了中老年人关注的焦点。 以下是一些建议,帮助中老年人维持免疫力的平衡。 一、深度睡眠,滋养免疫之源。 睡眠是身体修复和充电的宝贵时间。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每天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尤为重要。 研究表明,七至八小时的深度睡眠能够促进淋巴细胞的增值。 这些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想象一下,当您躺在柔软的床上,关闭繁杂的思绪,沉浸于梦境的海洋中,身体正悄悄地为您的免疫力加油打气。 因此,中老年人应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确保每晚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睡眠。 二、细致入微。 守护清洁防线。 良好的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保持身体清洁,避免病菌侵袭尤为重要。 每天洗澡,更换内衣内裤,不仅能让身体感到清爽舒适,还能有效去除皮肤表面的污垢和细菌。 此外,将贴身衣物亮晒在阳光下,利用紫外线进行杀菌消毒。 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卫生习惯。 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卫生措施,中老年人能够为自己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让免疫力在清洁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三,均衡饮食,滋养免疫大军。饮食是维持免疫力平衡的关键因素。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由于身体吸收能力的下降,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显得尤为重要,避免食用过多油腻。 辛辣,刺激性食物以及过分依赖在加工食物,有助于减轻肠胃负担,保持身体健康。 相反,多吃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的食物,如新鲜的蔬菜水果、高蛋白低脂肪食物等,能够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促进免疫细胞的增值和活性。 想象一下,当您品尝着美味佳肴时,身体内的免疫大军也在享受着这场盛宴,他们在营养的滋养下茁壮成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总之,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保持免疫力的平衡状态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通过保证充足的深度睡眠,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保持均衡的饮食结构。 中老年人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水平,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六,想要提高免疫力,适当多吃这两种食物。 一,鱼类,守护健康的海洋宝藏。 在老年人的餐桌上,深海鱼类无疑是一道值得推荐的美味佳肴。 这些来自深海的瑰宝,不仅肉质鲜美,更是身体健康的守护者。 深海鱼类富含高质量蛋白和珍贵的Omega-3脂肪酸。 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提高免疫力至关重要。 Omega-3脂肪酸被誉为免疫力的好朋友。 它能够降低老年人感染病毒的风险,并在身体遭受侵袭时, 有效减轻症状,促进身体康复。 想象一下,每天适量食用深海鱼类,就像是给身体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 让病毒难以入侵。 对于老年人来说,深海鱼类不仅易于消化, 而且烹饪方式多样,可以清蒸、红烧或煲汤, 既满足了味蕾的享受,又达到了提高免疫力的目的。 二、鸡蛋,免疫力的加油站。 在老年人的日常饮食中,鸡蛋是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 这颗小小的鸡蛋,蕴含着高质量蛋白、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鸡蛋中的维生素D是免疫系统的得力助手。 研究表明, 维生素D有助于减少老年人感染的风险, 尤其是呼吸道感染, 它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 守护着老年人的身体, 让病毒难以突破防线。 此外, 鸡蛋中的多种微量元素也是免疫细胞的守护者。 它们能够防止免疫细胞受到氧化损伤, 确保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行。 每天一颗鸡蛋, 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更为它们的免疫力加足了油。 在老年人的餐桌上, 深海鱼类和鸡蛋是两种不可或缺的食物, 它们不仅美味可口, 而且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守护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了, 家里面水剧当丰富的免疫力加足了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